环球网军事12月10日报道,据俄罗斯内心网12月9日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批评了建立欧洲军队的想法,并回过程,在世界大战期间,没有美国的援助,欧洲难以应对。 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欧洲军队的想法没有体现太多效果,但是美国曾在身旁,并将永远存在,我们要求的只是大家在北约支付自己公平的份额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初提议,建设一支欧洲军队,趁欧洲需要加强自卫能力,而不能只依赖于美国。 他表示,欧盟必须在中国、俄罗斯甚至美国面前保护自己。 马克龙还谈到网络安全威胁,趁曾出现干预欧盟民主选举的企图,马克龙的起义得到了德国总领默克尔的支持, 但同时也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烈批评,AD survey at those 7000531。